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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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我们法国潮州会馆的慈悲 特别我们早上陈主任还慈悲带我们去巴黎最大的河墓去 走不完的 然后我们在里面做了很多的焉供食物念佛转经凡 而且还帮我们申请一个跟当地讲说要来超度做这些法事 陈主任还慈悲用车子帮我们绕了一圈 里面当然有我们很多华人的这些红木 那佛教最重要就是慈悲心 特别我们华人喜欢拜观世音菩萨 那观世音菩萨 他最主要的意义那就是念一下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所以我们拜观音菩萨就是在拜他这个慈悲 学他的慈悲 做慈悲的事情 所以今天他们在上面摆了这么多的食物 用这些食物 请佛菩萨加持 要把这些食物布施 为什么因为 我们身为华人都知道了 人往生以后 他还是要吃东西 特别是做鬼道 什么叫鬼道 就是没东西吃 所以叫鬼道 永远在饥饿的状态叫鬼道 还有一种鬼更可怜 大部分的鬼 只要他肚子饿了 他嘴巴就会吐火 就会吐火 就像我们农历七月份 为什么 每个寺庙都要打超度 这是因为 佛教的神通第一的 目见年尊者这个故事 目见年 他是佛陀十大弟子神通第一 不可思议 但是呢 虽然他是阿罗汉神通第一 结果用神通去看他死掉的爸爸妈妈 结果他的妈妈呢 居然在做鬼 而且呢 只要肚子饿 他就会吐火 就会吐火 很可怜很可怜 然后目见年 用他的神通 赶快把他的一碗饭菜 供养他妈妈 结果他的妈妈 嘴巴一打开 就吐火了 这个叫咽口鬼 就把那个食物全部都烧成 黑碳 就在那边哭啊 很痛苦 那目见年 虽然他是神通 却没办法 救度他的妈妈 他很痛苦 这个叫什么呢 神通改变不了业力 就像 不管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地方 要发生什么车祸 大灾难 难道佛陀 我